你们千呼万化的卷发叫成 来啦 怎么从我这样非常贴头皮的一个状态 变成一幕里的那种 红松奔维感的小脸 今天没有感情 全是技巧 好学 你们卷头发是不是就不分层次 时间抓一把 就这样卷 然后这样子放下来 虽然你这样子也是 每错每错头发卷出来的 但是卷出来真的是 臭的雷同啊 下面是卷 头皮又非常塌 我妈妈见了都要叫一声老嫂子了 你知道拳头都是这样的卷 不知道的还以为 怎么要去歌舞厅呢 别伤害 别伤害 我先把这撮拉直给你们示范一下 我正确卷发思路 我头发的长度是到胸下面 卷发棒用的是32毫米的 温度不要太高 要不然太损伤发质了 发尾基的抹精油 左右三七分分两串头发 虽然我头发很少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层 不要竖着分 要横着分层 它上面不用的头发 先给它卡到这边来 头发给铝顺 大拇指朝后 刺根指头去按这个 这样的方向 它插进去 板是在前面的 然后棍是在后边的 这样子往外卷 快到发根的时候 停留一下 不要烫着自己 这样子 转出来 然后再继续往下 停留一会儿 再转出来 再往下 停留一会儿 再转出来 由于这种处这样的步骤 OK 这一撮咱们就捡好了 剩下的分针两半 这一撮还是卡到那边去 中间这一撮呢 这样翻过来 我原来方向相反 四个指头在后边 大拇指去扣这个 这样子去夹的话 它就是往内扣的 往里卷 同样的卷到发根 停留一会儿 然后 转出 然后再继续往下卷 再转 再往下卷 再转 卷到发尾 稍微把它转一下 然后放开 这是第二撮卷 第一撮往外 第二撮往内 第三撮就和第一撮是一样的了 向外卷 规律就是外内外 要保证最后一撮是朝外的会更好看 这边就和这边是同样的步骤 也是分成三层 先往外卷 转进去 转进去 第一撮 剩下的还是分两撮 这撮向内卷 最后一撮向外卷 都卷完之后 等它定一下形 摸着头发都已经没有温度了 就可以很舒的 把头发全部散开 反过之后是这样子 接下来就到了咱们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步 高如顶 如顶不高 我下面头发再好看 看起来也非常的丑 从发封向左 一厘米的位置 弄一撮头发 相反方向往外拉一拉 然后这样定一下 那这边就直接碰起来了 同样方法你去趟右边 也是拿一撮 定一定 但是你看你两边这特别塌 所以你在垫起来的同时 你要往外这样子戴一下 然后它有一个过度 这边也一样 让它抨起来 刘毛给分出来 那卷棒还是对着在前面 圆头的下面 把它顶到头 这样子夹住 往后往上 你要往哪边就往哪边倾斜 往这边拉 头发特别厚重特别多的 就到这一步 我们的头发整个形状 就已经是圆固绷子了 但是我头发太少了 能看到我两边 他会觉得因为我头发比较少 所以发量少的 请求咱们的两朋友假发片 这样的话 你头发就会显得非常之多 你就拿一个这种夹子 从它俩窝中间给它固定一下 定型喷雾 定一下形 让它风干 放开 还需要咱们涂手去整理一下 如果说你的发缝特别宽 那你就拿发际线粉 这样填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基本看不到发际线了 这边小叙叙 这样去按一下 就这样 OK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顿转戏